记得死的时候,看见什么了? 记得有六个人,一个头一个针,针也不见了这里。 湖南百岁老人精准算出自己的死亡时间,临终前留下四字针眼, 就在家人将其入殓庄观的时候,老人突然睁开眼睛死而复生, 整个人仿佛脱胎患骨一般。 而老人死亡是看到的景象,让转家头皮发麻难以置信。 在湖南省诸州县,有一位名叫张选道的老人, 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1912年,是一位实打实的百岁老人。 虽然一百多岁了,但张老太的身体特别硬朗, 依旧有着独立生活的能力。 当地村民纷纷表示张老太已经成仙了, 这倒不是因为他年纪大,而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太古怪了。 这一切还要从那年冬天说起。 原本无病无灾的张老太,一到冬天身体就出现了问题, 经常咳嗽不说,卡在喉咙里的东西还咳不出来。 时间一长,张老太彻底卧床不起, 完全没了往日精神抖擞的样子。 张老太的儿子殷大哥,起初以为母亲感染了风寒, 这要细心照料,应该就能恢复。 可一连两个多月,张老太不仅没有任何好转, 病情反而越来越重,殷大哥急得团团转,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,只好把姨妈给接了过来。 他之所以这么做,主要处于两个目的。 首先姨妈是母亲的亲妹妹,照顾其母亲更加得心应手。 其次当地有一种特殊的习俗, 只有母亲的娘家人才能证明儿子是否孝顺。 所以殷大哥把姨妈接过来, 也是为了让娘家人见证自己的孝心。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, 殷大哥已经开始考虑母亲的后事了。 毕竟张老太一百多岁的高龄, 如今重病缠身,随时都有可能嫁和息去。 几天之后,让殷大哥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 这天晚上,她像往常一样给母亲盖被子, 可张老太却十分反常, 她不但把被子掀开, 还自顾自地胡言乱语, 整张脸更是白得吓人。 看到母亲即将游进灯窟, 殷大哥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 随后转身离开准备后事, 可她突然发现, 母亲正在不停地掐手指。 殷大哥早就听说过, 老人临终前掐手指就是在算自己的死亡时间, 可这项本领不是只有修炼多年的高人才会吗? 张老太虽然是一名百岁老人, 可她既不参禅打坐, 也没有练功修为。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老人, 怎么可能掐准时辰呢? 难道这只是临终前的神经抽出现象吗? 殷大哥来不及细想, 把姨妈叫过来守护母亲, 自己则准备母亲的后事去了。 结果殷大哥刚走出房门没几步, 就听见姨妈撕心裂肺的哭喊。 无难百岁老人精准算出自己的死亡时间, 临终前留下四字针眼, 就在家人将其露链壮观的时候, 老人突然睁开眼睛死而复生, 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一般。 而老人死亡时看到的景象, 让专家头皮发麻难以置信。 就在殷大哥起身离开房间的时候, 张老太抽动的手指突然停了下来, 这个人也不在乎言乱语了, 而是一本正经地看着自己的妹妹, 开口表示自己的时辰到了。 妹妹听到这里忍不住哭喊了起来, 一家人连忙聚在一起, 打算送老人最后一程。 张老太看着儿孙站在自己身边, 就开始交代后事, 他要求儿子不做道场, 不擦身体, 吃酒席时多杀一头猪, 让前来奔丧的人好吃好喝, 自己也就死而无憾了。 张老太说完这些之后, 拼尽全力把被子一掀, 喊了一句大富大贵, 紧接着就闭上了双眼。 因大哥难以接受这个事实, 他用手试探母亲的呼吸, 喊摸了摸母亲的脉搏, 下一秒眼泪夺垢而出, 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嚎啕大哭, 张老太不仅没有呼吸和心跳, 就连体温也越来越冰凉, 很显然他已经嫁和戏去了。 家人怀着悲痛的心情, 给老人举办丧事, 所有流程进行完毕之后, 接下来就要将遗体抬进棺材里了。 可就在此时诡异的一幕出现了, 张老太竟然睁开了眼睛, 就算周围全是亲戚朋友, 可面对如此离奇的现象, 人们还是有些发怵。 张老太不是死了吗? 怎么还能睁眼睛了? 此时有人提出, 这是老人回光返照了, 所谓的回光返照, 在医学上有一种合理的解释, 指的是人在去世之前, 身体会分泌大量肾上腺素, 这让人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, 从而表现出反常的生命体征, 但这并不能改变死亡的事实,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常见, 此时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睁大了双眼, 目不转睛地盯着张老太, 这间老人睁开眼之后没多久, 再次紧闭双眼没了动静, 这下可能是真的去世了, 看来刚才果然是回光返照, 人们又重新忙活了起来, 准备把老人抬进棺材里, 可就在众人准备动手的时候, 张老太突然掀开身上的授背, 并且再次睁开了双眼。 无难百岁老人临终前留下四字针眼, 就在家人将其入脸壮观的时候, 老人突然掀开被子死而复生, 而老人死亡时看到的画面, 让专家头皮发麻难以置信, 眼瞅着母亲再次睁开了眼睛, 因打个心里又惊又喜, 这下他可以百分百确定, 母亲不是回光返照, 而是真真正正的活了过来, 因为半个小时前, 母亲还浑身冰凉没有心跳, 此刻却呼吸顺畅脉搏有力, 就连已经扩散的瞳孔都变得明亮又神, 最神奇的就是张老太死而复生之后, 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, 第二天一早还和自己的孙女搓了几圈麻将, 言行举止和正常人没有区别,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, 要知道张老太前不久身患重病, 就连床都下不了了, 可死过一次后却仿佛变了一个人,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, 村民们纷纷见证了这件事, 所以张老太的死亡在他们看来, 就是脱胎换骨语化成仙, 可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鬼神, 为了解开老人死而复生的秘密, 专家对周边村民进行了走访, 确认了这件事的真实性, 可人死不能复生, 这是无数人总结出来的经验, 难道张老太当时并没有死亡, 而是被人故意说死了吗? 专家继续调查, 发现张老太的两个儿子非常孝顺, 不存在故意把母亲说死, 或者错认为母亲已经去世的情况, 殷大哥当时还反复确认了, 母亲的各项生命体征, 围观的众人也都纷纷表示, 张老太当时确实已经厌弃了, 这才开始准备他的后事, 为了查看老人的精神状态, 专家特意跟他搓了几圈麻将, 结果张老太不仅思路清晰对答如流, 手指还非常灵活, 摸牌打牌十分流畅, 紧接着专家询问张老太, 陷入死亡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? 张老太表示, 当时自己的周围一片漆黑,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, 却是多年的丈夫和父亲, 把他从鬼门关里推了出来, 张老太这才得以死而复生, 专家自然不相信这些离奇的说法, 为了查明真相, 专家把张老太请到了医院, 做了一次全身检查, 医生发现张老太的身体非常健康, 各项身体机能和七八十岁的老人基本相同, 医生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 当场推断张老太经历了假死现象, 假死过命思义不是真正的死亡, 而是生命极其微弱的一种表现, 也被叫做微弱死亡, 人一旦出现假死, 心跳呼吸和体温等生命体征, 会变得非常衰弱, 别说普通人看不出来, 就连医生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确认, 而张老太夹死之后, 亲人围在床前失声痛哭, 恰好起到了抢救的效果, 张老太之所以变得生龙活虎, 是因为他之前感染风寒, 这在身体不是卧床不起, 夹死之后被盖上了厚厚的兽背, 身体误出汗, 自然就大病痊愈了, 事情到这里, 所有谜题终于水落石出, 那么大家对此有哪些看法呢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